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者博之岳老师 他也讲可以说是先党政治 但是他的问题不是规范性的问题 他主要是他想解释在中国怎么选官员 怎么提拔官员 但是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 normative的问题 规范性的问题 我们应该用什么标准来选拔与提拔领导 这个问题是规范性 当然与现实有一些关系 但是我们先问我们应该用什么标准 然后可以讨论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是什么 然后怎么减少这些差距都很重要 现在西方和19世纪的时候 更别说古代希腊不一样 因为二战之后西方人说实话变成很窍条 当然我们知道很多方面比较开放 但是有一个问题西方人非常窍条 就是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选政治的领导 西方只有一道歉的回答 是一人一票 不管那个国家的规模 不管国家的历史 不管国家的文化 都是一模一样的方式 好吗 当然所以西方人 你们可以看西方的媒体 或者你跟西方的朋友聊天 他们都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有偏见 他们都觉得中国的制度 他们用一个词是专业的 authoritarian 西方有两种政治制度 他们觉得 一种是民主 尤其是选举民主 第二种都是非民主的 都是比较坏的 所以分不清楚 如果你看一些西方人研究政治学的时候 他们总是用这些语言 然后他们觉得分不清楚 比如说北朝鲜 中国 沙特 泰国 都是类似的政治制度 都是authoritarian 都是偏专制的 因为他们不用选举 不用一人一票的制度 来选他们最高层的领导 我们看是这样的吗 中国和北朝鲜是一样吗 当然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中国和沙特是一样吗 不一样 中国和埃及一样 不一样 中国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中国最大的 或者中国的特色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因为中国 还是用 贤能政治的制度 来选拔与提拔领导 当然理想与现实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总体来说 还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我们要理解 中国的政治制度 我觉得用这些西方的语言 有好的民主和坏的专制 政权 我觉得不太好 对 而且这个是比较新的现象 19世纪的时候 我们已经看了 John Sturne Mill 他觉得一人一票 不一定是最理想的方式 可以多给一些 受到教育的人 多给他们一些投票 没问题 但是如果现在 你在西方的国家 讲这些 他们会觉得 你有点陷阱病 或者被共产党洗脑 或者其他的什么问题 有一些变化 非常大的变化 而且是二战之后 才有这样的变化 当然 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 承认有一些 基本的权利 可以说是自然的权利 natural rights 比如说 大家都有生命的权利 我估计没有人会公开说 我们可以杀 无辜的人 没问题 这个是应该的 我们大部分的人 不管是中国 还是西方 都承认 有一些基本的权利 不应该杀无辜的人 我们都反对努力制 slavery is bad 不应该折磨 and torture is bad 没有人会 反正有一些 神经病的恐怖分子 会觉得 我们可以杀无辜的人 没问题 但是 大部分的 我们可以说 大部分的比较理性的人 都会承认 有一些基本的价值观 或者普世价值观 我们都应该 政府都应该尊重 这些价值观 OK 这个没问题 这个也说到一些 西方领想不一定不好 对不对 但是 怎么选拔领导 这个西方 他们就是在 唯一的方式是 一人一票 其他的方式都缺乏合法性 所以为什么 他们对中国制度有偏见 都觉得 因为 中国不用一人一票的制度 来选他们的领导 所以 中国的制度缺乏合法性 就是那么简单 但是 中国 当然我们知道 中国有很多 限制 我们有些敏感的 问题很难公开讨论 我们都知道 但是这方面 我真的觉得 中国知识分子 比较开放 下部分的中国学者 他们都会觉得 没有一道切的制度 如果我们要选领导 我们看 不同的国家 有不同的 需要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历史 不同的国情 所以按照不同的情况 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来选拔与提拔 领导 对不对 这方面 我觉得 大部分的中国学者 都会承认 没有朴实的价值观 没有朴实的方式 这方面 我觉得 真的 中国的学者 比较开放 所以我在西方 讲这些问题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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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说这些话 他们说 真的吗 anyway 我觉得是这样的 所以 我觉得 呃 我们会解 有很多问题 值得讨论 第一个是 规范性的问题 我们 为什么 如果我们觉得 中国的特色 主要是 邪能政治 那 为什么我们要用 邪能政治的标准来 评价 中国的政治制度 需要一些理由 然后每个政治制度 有缺点 对不对 怎么克服 或者怎么减少 这些缺点 也很重要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怎么把 现狼政治 与民主 结合起来 还有一个问题 在其他的国家 他们也需要一些 现狼政治的价值观 我们都可以讨论 这些问题 但是因为 时间有限 所以我们大部分 我们先讨论 第一个问题 我估计 因为昨天 你们提的问题 跟第一个问题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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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是规范性的问题 我们应该用哪些标准 来衡量政治的进步 这个问题 如果是用西方人 他们如果你看媒体 比如说 The Economist 纽约时报 他们都觉得 中国四十多年 有经济改革 大家都承认 但是你问他们 有没有政治改革呢 他们说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觉得 中国没有 一人一票的制度 来选拔他们的领导 所以没有改革 但是我们知道 现在的中国 和文革的时候 很大的 非常大的区别 对不对 最大的区别 就是什么呢 就是慢慢来 中国才恢复 现狼政治的制度 OK 但是为什么是个好东西 为什么我们应该用 现狼政治的标准 来评价中国的政治制度 需要一些理由 对不对 我们是政治哲学家 我们要讲什么理由 理由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先讲 我的结论是什么 然后我可以讲理由 我觉得有六个理由 但是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就是高层级的政府 尤其是世纪以上的政府 需要现狼政治的标准 来判断 什么是政治进步 什么是政治退步 政治制度应该选 比较优秀的领导 能力方面 道德方面 比较优秀的领导 这是一个价值观 OK 基层政府不一定 因为中国规模那么大 所以尤其是我们比较 中央政府和地层政府 完全不一样的标准 我发给大家一篇文章 听有一些关于 那个旧的文化 怎么会影响政治 基本上是讨论地方政府 对不对 不是讨论中央政府 所以为什么贤能 正值是合适的标准呢 我觉得至少有六个理由 然后我们可以讨论 你们不一定同意 对不对 第一个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理由 跟国家的规模有关系 我不想你们读过 佛山福平安玛最新的书 英文的标题是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也有中文版 你们 有人看过吗 这本书 中文 对 对对对 你看过吗 一些 OK 反正有人知道 他觉得最理想的国家是什么 丹麦 OK 500万人口的国家 很资源丰富的国家 不是多元文化的国家 大家都差不多 都是一种ethnicity 他觉得这是最理想的国家 而且应该用丹麦的标准来 评价其他的国家 包括中国 我们觉得 这太奇怪 对不对 怎么可能 如果我们可以比较 丹麦和比如说上海 最富裕的小区 这个可以 但是不可以用 很那么小的国家来 评价 像中国那么大规模的国家 而且 而且之前的西方学者 都会承认 国家的规模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古希腊的学者 阿里斯塔特 法国的学者 莫特斯科 杨杨赫古索 杨赫古索是在瑞士长大的 他们都同意 民主是个好东西 但是 基本上是在很小的社群 才可以用民主的制度来 选拔他们的领导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是很小的社群 老百姓都知道 他们的领导 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他们都有直接的一些experience 对不对 他们可以判断 而且他们的expectation不一样 我就给你一个例子 我认识新加坡的前 外交部的部长 他名字是Georgio 非常聪明 非常非常优秀 但是 十年前 他没有成功 大部分的人不支持他 然后 我去新加坡 我问这些 我问一个出色的司机 你为什么没有支持Georgio 然后他说 因为 我爸爸去世的时候 他没有参加 我爸爸的 葬礼 因为新加坡很小的国家 所以老百姓有这样的期望 但是如果是像中国这么大规模的国家 不可能领导会参加所有老百姓的葬礼 对不对 不一样 而且 所以 而且 地方政府的问题没有那么复杂 对不对 你可以问这些奥山伟的老百姓 我经常讨论跟他们讨论 政府的问题 一般来说 他们不会讨论 比如说 全球变暖 怎么会影响他们山大的小区 我觉得非常可怕 我觉得五十年以后 我真的担心 我们山大的小区 可能会受到非常不好的影响 他们会讨论 比如说 我们山大要建 齐鲁医院 齐鲁医院 当然要给一些农民 他们要给他们一些钱 多少钱 要讨论比较具体的问题 或者 主要是 或者拆迁 这些比较具体的问题 但是如果是中央政府的话 领导要考虑很复杂的问题 对不对 比如说 现在和美国有正义 有贸易战争 这个是需要一些经济学的 knowledge 才可以判断 什么是好的政策 什么是不好的政策 对不对 全球变暖的问题 需要一些 环保科学的一些 knowledge 当然外交政策 需要一些 历史与文化的 历史与哲学的一些东西 才可以判断 什么是好 什么是不好 所以中央政府的领导 他们考虑的问题很复杂 他们需要一些能力 而且老百姓不知道 哪些是比较好人 哪些是比较好人 没有判断的能力 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 你可能 但是因为我不认识他们 对不对 所以很多西方的学者 二战之前 他们觉得 当然可以用一些民主的方式 包括选举来选小规模的国家 或者社群 可以用这些方式来选他们的领导 但是如果是大规模的国家 还是不行 所以包括 好像我昨天说了 Jean-Jacques Rousseau 他像他当波兰的顾问 他的结论跟他的social contract 那本书的结论完全不一样 基本上他放弃这些民主的理想 或者民主的价值观 所以如果是地方政府的话 可以都可以 基本上可以靠民主的方式 包括选举 这个没问题 但是如果是中央政府 不一定 中央政府一定需要比较优秀的领导 能力方面 道德方面 但是如果是地方政府 没有那么重要 这方面真的大部分的西方学者 他们不考虑国家规模 怎么会影响他们的结论 但是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 你记得我现在问题是规范性的问题 应该用哪些标准来 来衡量高层政府的领导 第一个跟国家的规模有关系 第二 跟国家的历史背景有关系 这个如果我们要考虑什么是 这方面我同意一些 保守主义者的思想 你们记得 Johnson Mill也常认 Burke有一些道理 如果我们想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宪法 或者稳定的政治制度 一定那个宪法应该符合老百姓的主流价值观 如果有一些很大的冲突的话 这样的政治制度不会很稳定 比如说文革的时候 哇大家都平等 我们都可以崩溃 所有的一些文化的和历史的一些价值观 结果是什么呢 非常不稳定 然后大家都承认 这个有点过分 需要一些 需要保留一些文化的主流价值观 所以问题是什么是中国主流政治文化呢 我觉得从孔子开始 大家讨论的问题 当然有例外 但是总体来说 还是先讨政治的问题 孔子说 两百 两千五百年前 他问谁是君子 孔子之前 谁是君子 主要是跟家庭的背景有关系 如果是贵族 如果那个家庭是有钱有权 他们是君子 孔子说 不 君子是比较优秀的人 能力方面 尤其是道德方面 才是君子 所以基本上从孔子开始 大部分的中国学者都在讨论 谁是君子 哪些道德最重要的 哪些能力最重要的 道德和能力的关系是什么 而且道德和能力 当然有时候有冲突 对不对 朱熹宋朝的时候的 伟大的儒家学者 朱熹 他反对科学的制度 因为他觉得科学可以用科学来选一些能力方面很优秀的官员 但是不可以用考试的制度来选到的高水平的领导 对不对 所以一直在讨论 而且中国对这方面儒家的影响非常大 因为我们是工厂主义的国家 大家都承认 对不对 但是 马克思 你们记得 马克思高级工厂主义的 有什么样的国家呢 你们记得吗 我们已经讨论过 马克思高级工厂主义是什么样的政治制度 什么样的国家 没有国家 马克思说 the state will wither away 不需要国家 因为是很富裕的社会 大家都很有资源 然后不需要 那个社会没有冲突 大家都很平等 对不对 都可以发展 但是儒家 不管什么情况 包括最理想的国家 一直需要选比较优秀的领导 一直需要一个国家 包括李济 大家都知道李济 大同是最理想的政治 对不对 那大同呢 是什么呢 天下为公 然后呢 然后就是选贤与能 包括最理想的国家 需要选比较优秀的领导 包括现在 在中国领导在台湾 我们好像是 1050年 就是官方的 官方的语言 我们会 我们会达到最现代化的国家 他没有说国家会崩溃 对不对 不需要国家 对不对 所以 不管什么情况 一直需要国家 一直需要选比较优秀的领导 这是儒家的主流价值观 当然一方面是学着在台湾 另一方面 一直有不同的 你能 台湾 怎么实行这些 现狼政治的理想 对不对 当然大家都知道 科举的制度是最有影响力的方式 包括会影响西方和其他的政治制度 可以用考试 但是也需要其他的方式 包括现在 在中国 10年前 基本上是 组织部很重视用考试的制度来选领导 但是发现 这些跟从小的时候的长论一模一样 发现 用考试的制度 可以选很优秀的领导 但是 也可以选很腐败的领导 所以 有需要其他的方式 除了考试以外 需要用其他的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为了避免 或者减少腐败 考试是不行 需要其他的方式 所以现在 因为中国我们很重视 反复 所以 考试没有10年前那么重要 OK 这些问题 所以一方面是学者 一直在讨论 什么是能力 什么是道德 怎么衡量能力 怎么衡量道德 道德和能力的关系是什么 另一方面在讨论 怎么实行这些理想 OK 这个是主流价值观 所以如果你的目标是完全建立一个跟现狼政治没有关系的宪法或者政治制度可以成功一年两年但是长期方面我觉得不会稳定一定会崩溃 OK 而且有一些 但当然是中国的特色不一定别的别的国家因为别的国家如果没有这样的政治文化 所以他们不一定可以学习现狼政治这方面跟西方尤其是美国人他们想推广一人一票的制度选择民主 包括最落后的国家阿富汗 伊拉克都一定要按照一人一票的方式来选他们的领导 其实如果目标是实行一年一人一票的政治制度没有那么复杂 其实 但是会不会稳定 对社会会不会有好处 不一定 因为跟他们的政治文化有冲突 对不对 先当政治一样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什么很中国有两千多年的一直在有比较很复杂的官僚的制度 对不对 而且官僚的制度的理想主要是现狼政治的理想 对不对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这样的政治经验或者历史 很难建立比较稳定的现狼政治的制度 所以为什么现在中国有一些国家比如说在非洲有一些国家他们比较对中国的比较愿意学习中国的制度 像 伊吾奥比亚 就是非洲的国家他们很愿意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 因为他们有一些官僚的政治制度的经验 OK 但是其他的非洲国家不一定 对不对 还有什么呢 当然这四十多年已经有很 中国在恢复这个现狼政治的制度 当然慢慢来 而且理想与现实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这是最大的变化和文革的时候最大的变化 就是这几年一直在建立现狼政治的制度 更重视教育 地方政府的一些经验 还有考试的制度 其实这个是翻译的不对 你看 公园考试 他们翻译成 on-site civil service exams 这个是翻译的不对 因为你听英文 civil service remember civil service in the UK 就是用考试来选他们 对不对 they're civil servants 但是 civil servants and politicians 分得很清楚 对不对 politicians 理论上是用选举来选他们 对不对 然后civil servants you can use exams 对不对 而且理论上 他们决定 然后他们实行 他们这些政治家 或者统治者的决定 这个是西方的制度 翻译的很清楚 中国 翻译的不清楚 对不对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在 翻译的不清楚 谁是civil servant 谁是 谁有决定的权利 其实翻译的不清楚 有人觉得应该翻译的清楚 但是也有人觉得 不应该翻译的清楚 因为理论上 很容易翻译的清楚 但是实际上 很难 对不对 包括 所以 所以我们 这个 我们不应该翻译 civil service 我们应该翻译 比如说 public official 因为public official 包括 civil servants 也包括 politicians 所以我们可以说 on-site public official examination 这些公元考试 当然是为了选 有的人完全是 就是实行 这些政治家的决定 但是也有人 有一些决定的能力 对不对 分得不清楚 而且不一定要分得很清楚 因为 因为设计上 很难分得清楚 对不对 这方面 当然在中国 有一些 尤其是 自由主义者 他们觉得应该 跟西方一样 应该分得很清楚 但是也有一些人 觉得不要分得清楚 因为 实际上 很 可能主要是 在哪里有最大的区别 主要是跟 地方政府 基本上是实行 一些中央政府的决策 但是 但是 你一到那个城市 分得很 分得不清楚 OK 而且 可能你们知道 这些公元的考试 如果是比较高层 一般来说 他们会 的问题就是 他们会问 怎么解决一些政治 的问题 就是 政策应该是什么 但是 如果是地方政府 这样的 考试 一般来说 不会问这样的问题 主要的目标是 为了学员 可以实行一些 政策的问题 当然 很多西方人觉得 他们看这些公文考试 他们觉得 都是一些宣传 都是盲目 你要 盲目按照官方的 艺术形态 来考虑问题 你们考了这些 有一些人 考了 公元考试吗 你们考 你们看到这些 考试吗 很难 it's it's more like high level IQ test 真的非常难 最容易的 就是 就是官方的 艺术形态 大家都可以 背这些东西 但是其他的问题 很难 OK 这方面 我觉得 西方人也不太理解 还有什么呢 第四个理由 为什么 你记得 我们是规范性的问题 为什么 学能政治是 合适的标准呢 第一是国家的规模 第二是历史的背景 第三是 这四十年的政治经验 第四 第四个 就是一些 政治的调查 很多 政治学家 包括在咱们的学院 杨大利那边 他们在做非常科学的调查 OK 包括 我们有一些老师 他姓 咱们学院 初老师 他做一些地方政府的调查 他发现 很多老百姓 还是按照 贤能政治的价值观 来评价自己的政府 OK 这个跟其他国家不一样 我的老家 我在 Montreal Montreal 整大的 OK 是加拿大的城市 我们三十多年 我们的社长很腐败 但是 大部分的人觉得 腐败不是一个问题 反正他会办事 有一点腐败 问题不大 而且他们一直觉得 下一个选举可以选 没有那么腐败的社长 结果没有很大的变化 但是整个政治制度 不会崩溃 因为跟那个市长的合法性 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 如果老百姓 会用贤能政治的价值观 来判断自己的领导 自己的统治者 一定要解决腐败的问题 因为贤的底线 就是不要腐败 对不对 不要滥用国家的资源 为了给自己的家 或者自己的一些好处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不是我说了算 对不对 中国的领导 十年前一直在说 我们一定要解决腐败的问题 如果不解决的问题 整个制度会崩溃 因为老百姓 会用这些贤能政治的标准 来判断自己的领导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用 贤能政治的标准 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老百姓 很大部分的老百姓 会用这些标准 跟其他的国家不一样 这方面 当然说到儒家文化的国家 也有类似的价值观 包括韩国啊 他们发现韩国老百姓 也会用贤能政治的标准 为什么在韩国当总统是很危险 因为他们退休以后 我发现他们很腐败 因为老百姓很重视腐败的问题 别的国家不一定 对不对 第五个理由是什么呢 第五个理由是 贤能政治与民主的价值观 不一定有冲突 这是比较新的现象 对不对 中国一千 所以一百五十年前 没有人会讨论这些 democracy 民主的问题 you know by the people的问题 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现在大部分的中国人 其实跟其他国家 可能有一些例外 可能北朝鲜 他们不重视by the people的一些问题 但是中国和其他比较开放的国家 都会觉得 一定要给老百姓一些空间 来参加一些政治的活动 或者政治的一些问题 对不对 所以问题是怎么把贤能政治 与民主结合起来 大家都常认民主是个好东西 那挺好 其实我们看理想方面 没有什么冲突 反正冲突 有一些我们会讨论 哪方面没有冲突 地方政府 我们已经说了 地方政府可以用 偏民主的方式 包括选举 来选拔他们的领导 或者抽签 也挺好 对不对 王少光 我们邀请 去年我们邀请他做讲座 一送他们也是法国学者 他们也是整论 都常认 可以用抽签的方式 来选拔一些老百姓 然后让他们讨论一些政治的问题 挺好 古希腊的 从古希腊一直到 一直到现在 很多西方的学者 也在用这样的制度 中国明朝的时候 也会用抽签的制度 怎么分配一些官员 如果我通过 克制的制度 我成功的话 我怎么分配呢 也会用抽签的制度 抽签也很好 是一种非常民主化 他们都会觉得 包括古希腊的学者 都会觉得抽签比选举更民主化 因为用抽签的制度 跟老百姓的家庭的背景 跟老百姓的富裕不富裕的情况 没有什么关系 大家都有平等的机会 来参与政治 对不对 挺好 跟现当政治没有冲突 公投也不一定有冲突 有一些问题 可以用公投来决定 或者透明 或者协商民主 都非常重要 而且我觉得中国 越来越需要这样的民主的方式 很多人也会这么想 所以挺好 现当政治与民主没有冲突 但是唯一的冲突是 不可以用一人一票的方式 来选拔最高层的领导 因为现当政治的优点是什么呢 每个领导有一些政治经验 对不对 这是不可避免 不可以当领导 如果像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美国的总统 他没有什么政治经验 但是老百姓可以让他当领导 中国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优点 是政治家都可以考虑 长期方面的问题 OK 包括在 我们因为 政治方面不会有很大的变化 所以我们可以考虑10年以后 15年以后 20年以后的问题 人工智能 怎么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的 需要一些长期的计划才可以考虑 但是如果是用选举民主的话 一般来说最多的领导 这些领导可以考虑下一个选举的问题 包括现在你看Donald Trump 他基本上做考虑是明年的一些选举的问题 不会考虑五年以后 十年以后的情况 对不对 还有什么呢 尤其是大规模的国家 这些领导 如果是选举的话 他们浪费很多钱 很多时间 一直在讲同意的一些东西 要说服不同的人 要说服不同的人 所以一直说一样的东西跟不同的人 当然是浪费时间 理论上 我们希望领导可以 可以用他们的宝贵的时间来解决国家的问题 对不对 或者尤其是美国 他们花很多时间 就是为了赚钱 需要很多钱才可以当领导 所以如果是用一人一票的制度 来选拔最高层的领导 现能政治的优点都会崩溃 所以我想说的 民主与现能政治没有冲突 唯一的冲突是不可以用一人一票的制度 来选拔最高层的领导 OK 然后最后的理由是什么呢 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我们看美国的 比如说美国是200多年前 他们建立他们的宪法 然后他们觉得我们的宪法很稳定 很难改 200年以前可能是好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可以预算 50年以后 比如说1830年 社会没有那么大的变化 所以如果1780年的宪法 是比较理想的宪法 肯定50年以后 也是比较理想的宪法 跟领导的素质 或者领导的能力 没有特别大的关系 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 OK 我们现在是2019年 和2069年 我们不知道将来社会会什么样的社会 但是有一个东西我们可以知道 百分之百变化非常非常大 OK 50年以后 我们不知道人工智能会怎么改 我们的生活方式 不知道全球变化会有什么影响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有比较理想的宪法 不一定50年以后也是很理想的宪法 但是领导的素质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不会有变化 OK 不管是现在还是50年以后 领导的素质非常重要的 这样的才可以解决问题 OK 所以 有一个 大家可能都知道 有一个 有一个德国的哲学家 Emmanuel Kant You know He famously said An appropriate constitution would work even in a nation of devils OK 跟人民的素质 跟领导的素质没有关系 我们就需要一个很好的宪法就可以了 现在没有人会这么想 我们都知道 如果有很糟糕的领导 因为可能我是简单人 很容易批评美国 但是你看现在美国的总统真的很糟糕 非常大的问题 OK 所以我的 所以我的结论是 主要是因为有六个理由 为什么我觉得高层领导 在中国现场政治是合适的标准呢 六个理由 第一跟国家的规模有关系 第二跟政治文化的主流价值观有关系 第三跟这四十年的政治经验有关系 第四跟老百姓的价值观有关系 第五因为跟大部分的民族的价值观 没有什么冲突 第六因为现在当代的社会 更需要比较优秀的领导 跟两百年以前不一样 但是你们昨天问了很多问题 OK我们都可以同意 我们需要比较优秀的领导 但是什么意思 优秀的领导呢 哪些品质是很重要的 OK 而且怎么衡量这些品质 这个问题 如果你研究 潜能政治的问题 一定要回答这些问题 所以现在大部分的西方学者 不考虑这些问题 因为他们来说不是一个问题 对不对 我们用一人一票的主 来选领导就可以了 这些领导的数据 没有那么重要 而且怎么衡量这些数据 就是让老百姓决定就可以了 OK 但是如果我们的目标 是为了设计一个政治制度 那个政治的目标 是为了选比较优秀的领导 我们一定要考虑 那这些领导的品质 哪些品质是很重要 怎么衡量这些品质 OK 但是没有普世的回答 对不对 不同的情况 需要不同的品质 对不对 比如说现在 OK 我再一次批评美国的总统 他做生意有可能很成功 OK 也有人说他没有那么成功 我们也可以成功 OK 非常有钱 很成功他会赚钱 但是如果一个领导 一个公司的领导 他会赚钱 他当政治方面的领导 他会做得好呢 不一定 对不对 因为他们的 他们需要的一些 需要做的一些东西 他们需要的 他们的character traits不一样 比如说一个公司的领导 他们要 如果我是一个公司的领导 我的目标是为了赚钱 我一定会重视 比较优秀的员工 而且比较差的员工 我就开除他们 对不对 可能 你们知道有 美国最出名的投资银行 是Goldman Sachs 高盛 Goldman Sachs 每年 他们会开除 10%的员工 因为他们觉得 这些人比较差 我们需要 我们不需要他们 但是一个国家 不可以这样的 对不对 一个国家 我们看 我们觉得 最素质最低的人 我们开除他们 不可以这样的 反过来 一个国家的领导 更应该支持 这些Rosser Twinty 对不对 这个不算 不管是 Rosser的思想 Ross Ross的理论 就是我们第一个责任 如果是政府领导的话 第一个责任是 为Rosser Twinty服务 儒家 学者 从孟子 选择等等 都有类似的价值观 基督教也有 自由主义的 左派的自由主义者 都有类似的情况 一个国家的领导 要重视Rosser Twinty 跟公司的领导 完全不一样 所以现在美国的领导 他可以 他对这些有钱人 非常有好处 但是对穷人 很糟糕 所以我想说的 如果你是 公司的领导 不一定会 变成 政治好的领导 或者有人说 我的宗教 我是宗教的领导 所以我也可以当政治方面的领导 不一定 对不对 不一样 比如说如果 假如 我们发现 咱们中国的领导 我们发现 他们一天到晚才祈祷 或者打坐 我们有 我们会担心 对不对 这个有点浪费时间 对不对 他们应该办事 应该解决国家的问题 不要花太多时间做这些宗教方面的东西 对不对 或者有一些领导 他说 哇 我会打战 打战的需要什么 需要什么品质呢 主要是勇敢 或者有一点 需要一些残酷的 可以说价值观 但是如果是和平的时代 不一样 对不对 你们可以想象 中国二十世纪的领导 会打战 但是如果是和平的时代 不一定 对不对 或者有一个 今年去世的领导 是非洲 非洲领导 他是Robert Mugabe 是Zimbabwe的总统 九十多岁 四十多年当领导 他会打战 但是如果是和平的时代 很糟糕 因为他会用这些 打战的价值观 来判断 怎么治国 如果是和平的时代 不一样 对不对 我们已经说了 如果你是地方政府的领导 不一定可以当 中央政府的领导 因为是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哪些品质很重要的 没有普世的价值观 我们的问题 要问比较具体的问题 才可以回答 如果我们 我们才想是中国 那我们要问 很具体的问题 在高层政府机构 哪些品质是比较合适的 而且怎么衡量这些 这个问题很值得问 对不对 如果我们的目标 是考虑怎么衡量 先能增值 这些问题 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是什么呢 当然是治理水平 因为高层政府的问题 很复杂 如果是特别笨的人 一定不会成功 对不对 有一些问题 我们已经说了 需要经济方面 历史方面 国际关系方面 环保科学 心理科学 都要理解 才可以判断 什么时候的政策 我们现在 心理学 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 现在我们英文 我们说 有Cognitive Bias 不知道怎么分 大家都有一些 不知道的偏见 而且 会影响我们的决定 很多人比较乐观 而且 会用这些 比较乐观的偏见 来决定 如果我是一个领导的话 我应该知道 哪些偏见 会影响我的决定 所以我要克服 至少我要理解 我的偏见是什么 这些都非常非常重要的 OK 地方政府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中央政府 非常重要的 所以问题是 可以用什么方式来选 这些EQ高的人 就是智力水平 当然有不同的方式 但是没有很好的方式 都 每个方式都有问题 但是 可能问题最少的方式 还是考试 因为可以用考试的制度 来 而且是比较 比较公平的制度 对不对 大家理论上 都有平等的机会 来成功 对不对 跟投票一样 很多西方的 我们一人一票 是很平等的制度 大家都有平等的机会 来参加政治 但是 如果用考试的制度 如果真的有平等的机会 跟科举不一样 科举当然 女的没有权利 对不对 但是如果是 比如说公元考试 然后大家都有平等的机会 也挺好 然后至少可以用这些方式 来避免特别笨的领导 OK 我昨天说了 孙中山 孙中山他觉得 可以用选举来选领导 但是也需要考试 如果这些领导 没有通过考试 他们没有这个当领导 OK 这个是孙中山的做法 当然现在台湾完全是靠民主 他们放弃那些考试的 他们可以用考试来选官员 Civil Servants 但是不会用考试来选政治家 这方面跟孙中山 孙中山的理想不一样 OK OK 这里水平很重要 还有什么呢 EQ 情商更重要 如果是大学的老师 EQ 情商没有那么重要 大学的老师 比如说物理家 物理学家 他们当然非常非常聪明 分析能力是最最高的 OK 挺好 但是有时候是书袋子 OK 你问他们 他们跟别人交流 有时候有点困难 对不对 但是 政治家不可以这样的 因为政治家 我现在有一些小小的经验 我们做心证方面的官员 我们一天到晚做什么 当然讲课 但是 也是开会 差不多每天都要开会 而且要说服不同的人 从不同的角度 如果我是比较成功的政治家 或者官员 我开会的时候 我可以说服不同的人 我可以知道大家想什么 然后按照他们的思想来说服他们 这是情商跟智力 跟IQ 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EQ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美国最二十世纪的时候 最成功的总统是谁 你们觉得 Rosevelt Frederick Delano Roosevelt 他三十年代 打战的时代 还有和平的时代 都很成功 但是他不是知识分子 他自己承认 他说一辈子我没有读完一本书 我不知道可能他有点开玩笑 但是大家都承认 他不是知识分子 但是他的顾问非常聪明 而且非常优秀 他让他们的顾问来讨论 我们国家的问题 然后让他们选比较好的证词 然后因为他的EQ 他的情商非常高 他可以说服老百姓 这是政治家最重要 比IQ更重要 对不对 但问题是怎么衡量情商呢 如果用考试的制度 可以衡量IQ 但是不一定可以衡量EQ 对不对 所以这方面 我觉得中国还是做得比较不错的 看机场政府的成就 如果地方政府我做得好 一般来说在不同的领域 我做得好 意思是说我可以说服不同的人 我可以说服不同的人 意思是说我的情商比较高 所以很多西方学者 他们看中国的制度 他们好像我昨天说了 他们有时候批评中国政治 或者他们说 It relies on patronage Patronage主要是靠关系的意思 但是想一想 高层领导 如果他们有很多关系 很多朋友 不一定不好 而且是挺好 如果我有很多朋友 很多关系 我可以说服很多人 我可以实行我的理想 挺好 对不对 是优点而不是缺点 所以我们看 如果在机场政府 和不同的地方政府很成功 一般来说 意思是说情商比较高 而且有一些 我们可以用比较客观的方式 来判断情商 第一 我们看这些社会科学的 调查的结果是什么 有两个结果 第一 一般来说跟年龄有关系 一般来说 越老的人 他们的情商越高 因为没有那么年轻的人 他们可以慢慢来 比较耐心的 而且他们有丰富的经验 可以考虑 可以知道别人想什么问题 然后可以 当然有一些例外 对不对 有一些人很固执 但是总体来说是这样的 所以这方面中国做得好 一般来说 中央政府的领导都50岁以上 当然如果是80多岁 可能因为会有一些 智力方面的退步 所以也是一个问题 但是情商一般来说 跟年龄有关系 但是还有一个社会科学的调查发现 发现什么呢 女性比男性的情商高 一般来说是这样 只有一个国家是例外 你们知道吗 可能不知道 只有一个国家是日本 在日本 他们发现男性与女性的情商 都是一样高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其他国家 包括中国 女性的情商比较高 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标准来判断 现实 我们发现 理想与现实真的有很大的差距 因为注目的领导 大部分是男性 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要考虑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的目标 真的是为了选比较优秀的领导 很多方面 包括情商方面 我们都应该鼓励女性当领导 当然 智力水平很重要 IQ很重要 我们情商很重要 EQ很重要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 还是美德 因为如果有一个很聪明的领导 他的情商很高 但是他是个坏人 这样的人更危险 对不对 如果有一个特别笨的人 当领导 而且他的情商很低 不会很危险 但是最可怕的 而且现在我们发现很多领导 我们知道他们的EQ很高 他们的IQ很高 但是他们没有两性 有一些 每个社会 这个也是社会科学的 他们的标签 发现 有一些小部分 可能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的人 英文是sociopath 就是没有两性的人 中文是应该是 就是没有两性 比如说 如果我打你 你觉得很疼 大家都会觉得 我们不应该怎么做 对不对 但是有一些人 就是没有两性 看别人的痛苦 他们一点感觉都没有 这些人是最可怕 对不对 反社会 反社会人 OK 反社会人 真的有人这样的 我看了一些 我看了一些采访 有一个非常成功的律师 他说 他看别人 他说跟机器一样 他觉得别人说 就像机器 对他们一点情感都没有 这些人太可怕 对不对 百分之五 OK 百分之四 那更可怕 对不对 有时候很难判断 因为很多人 不愿意承认 对不对 就是很难 很难衡量 如果我们说 百分之五好吗 所以如果我们 这里有二十多个人 至少有一个人 是 是一点 是反社会人 谁承认他是 你看 很难衡量 没有人会承认 对不对 You know so 不管怎么样 这些人一定 不应该让这些人当领导 最可怕 对不对 他们愿意杀人 一点情感都没有 最可怕 这些人 但是怎么避免这样的人 那不可以用考试的制度 不一定可以用 地方政府 他们成功不成功的价值观 因为有时候他们会骗人 最聪明的非社会人 他们会骗人 不让大家都知道 他们一点良心都没有 对不对 所以怎么避免呢 或者怎么判断 道德的水平呢 这个 好像我昨天也说了 就是阻止不也承认 不可以完全 让领导决定 如果是领导说了算 很容易骗人 对不对 如果比如说 如果我想当副校长 但是我对学生非常不好 但是你们不敢回报 其他的老师 其他的领导 不一定知道 对不对 我可以拍 我可以跟其他的领导拍马屁 没问题 他们觉得我是个好人 所以不可以让领导知道 所以需要 而且我按照这些社会的调查 发现谁有判断的能力 这方面 主要是同事 主要是同一的级别的人 跟他们知道 因为一天到晚 我们跟同事在一起 他们知道 一般来说 当然有是倾向 有例外 但是总体来说 他们知道 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所以如果我们的目标 是为了避免这些坏人 当领导 不可以用考试的制度 这份我同意 主席的看法 也不可以用地方政府 他们官员成功不成功 一般来说 也不可以让领导说了算 需要不同的方式 包括让同事 都给他们一些权利的决定 所以现在我觉得 组织部也承认 他们慢慢来 因为现在我们很重视反腐 对不对 所以他们如果有官员 要提拔 他们也会 当然会让领导提见 但是他们也会问同事 也会问一些地位 没有那么高的人 他们也有一些决定的权利 才可以知道 这个人是好还是不好的人 当然如果我们的目标 是为了避免腐败 也需要提高工资 当然新加坡和香港 他们的工资特别特别高 因为这些地方缺乏爱国主义 中国有很强的爱国主义 所以不完全是靠这些工资来动力 这些政治家 但是工资还是比较低 所以还是一个问题 也需要其他的方式 包括一些独立的监督的方式等等 但是可能最重要的还是心里有什么 因为你知道 书家在中庸有一个概念 神读 神读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 对不对 没有人管你的时候 你要怎么做 如果没有人 我回我的办公室 然后你们有学生来我的办公室 给我五千块 然后说我给你这个钱 然后你给我一个A好吗 别人不一定知道 对不对 所以怎么判断呢 主要是道德的教育 如果一个官员 一个政治家 一定是没有人监督的时候 他也不要腐败 通过这样的方式 才可以完全避免腐败的问题 所以这个不可以用法治的制度 来解决这些问题 因为如果完全是靠 承罚这些坏人 但是如果没有法治的制度 有时候法治的制度 不可以控制所有的空间 所有的细节 对不对 一定要改官员的一些心理 才可以避免腐败的问题 所以这方面 儒家的价值观也非常重要 为什么 包括在现在北京的党校 当然党校理论上 是共产主义的价值观 但是他们也很重视儒家的价值观 因为他们现在承认 美德的教育非常重要 这方面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 自由主义都没有很丰富的资源 但是儒家的学者一直在讨论 怎么提高道德的水平 所以都可以用儒家的价值观 而且不一定是党校 从学校开始一直到中学等等 如果有这样的教育 慢慢来可以避免腐败的问题 所以这方面 真的这方面中国和西方也有很大的区别 西方他们看 好像今天或者昨天 有一个新的讲中国的一些价值观 是什么 西方他们觉得 为什么中国要恢复这些传统的价值观 他们觉得就是为了领导服 就是因为老百姓 他们会盲目服从领导就可以了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目标不是这个 主要是为了避免腐败 或者提高包括官员 包括老百姓的公共精神 一定需要这些教育 而且这些教育最丰富的资源 还是儒家 还有其他的比较传统的价值观 所以这方面 我觉得中国也做得好 现在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我会很快讨论 选举民主的缺点很明显 他们可以选比较笨的领导 或者没有经验的领导 或者John Stuart Mill也讲 可以启示一些少数民族 但是现场政治也有缺点 对不对 怎么避免或者怎么减少这些缺点 昨天第一个当然是怎么限制 权力的滥用 对不对 或者怎么监督这些领导 所以这个古代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你们知道使官是什么呢 使官就是皇帝 这些古代的政治制度 那个皇帝每句话都要使官要写 就是让这些大家 让这些后代人可以判断 只是皇帝是好人还是坏人 这个方式特别好对不对 因为如果我是皇帝 然后我知道要使官会写我每句话 什么 习制度 对 所以也是一种监督皇帝或者统治者的方式 对不对 当然现在有其他的方式 包括集体领导很重要 包括我们的学院 很多人觉得你是院长 你是不是说了算 不是 我们有五个副院长 三个书记 每个问题都要讨论 当然缺点是效率有时候没有那么高 因为我们要开会四个小时才可以决定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避免特别笨的证词 可以减少 如果我有一些想法 然后我跟大家说 然后大家可以批评 其实大家都是批评 真的 我们开会的时候很公开批评 用这样的方式可以避免一些特别笨的证词 当然我们可以讨论有不同的方式 还有昨天我们也讨论过 怎么避免这些 这些等级的固化 这个也是非常大的问题 对不对 如果有一些家庭背景可以当统治者 不一定不好 因为他们有一些 一般来说青少高 但是如果大部分的领导是从一些 多有一些家庭的背景 当然会大部分的老百姓会在很不公平的制度 因为理论上 现能政治 大家都应该有平等的机会来当领导 所以怎么避免呢 怎么都给 怎么破坏 这些等级的固化 怎么克服呢 当然有不同的回答 古代有很多不同的回答 而且每次有修改那个 现能政治的制度 目标不是为了破坏现能政治的制度 就是为了破坏这些等级 尤其是这些固化的等级 对不对 现在我们昨天说了 大家很多 大家承认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差距很大 所以穷人大部分没有平等的机会当领导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 才可以提高现能政治的合法性 才可以减少现能政治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然后第三个问题也很重要 是现能政治 不管什么样的政治制度 都一定要选一小数的人才可以当领导 对不对 像中国那么大的国家 不可能每个人都当领导 所以这些领导 他们问题是很大部分的人不可以当领导 怎么多给他们一些参与政治的机会 或者怎么说服他们 那个政治制度是合法性的制度 很容易说不容易做 对不对 所以当然第一个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对不对 如果是有很强的爱国主义 那也是一种方式 或者如果领导完全愿意为人民服务 也是好的方式 但是越来我觉得越需要不同一些 都给一些老百姓参与政治的一些空间 所以我们已经说了包括抽签的制度 情商等等 因为现在受到教育的人 尤其是受到教育的人 更愿意参与政治 对不对 当然有一些 我觉得不完全可以靠儒家的价值观 来考虑这些问题 比如说道家 道家完全怀疑贤能政治 他们觉得没有什么 他们觉得 他们觉得包括老子庄子 他们觉得这个贤能政治完全是骗人 他们觉得没有一个人可以当一个非常优秀的领导 可以考虑所有的问题 每个人的角度都有限 所以道家 而且道家都觉得什么是最好的生活方式 不一定是当政治领导 对不对 有可能就是写诗啊 或者唱歌就可以了 我觉得也很重要的 如果大家都要当政治领导 都有这个野心的一些动力 那会影响那个政治制度的合法性 所以我觉得都要承认 所以有一本书 我真的我看了 这几年 我觉得有一本书 我看的是非常非常有意思 还没有中文本 It's called The Power of Cute 很短的一本书 而且有很多照片 是学着学的 是Prinston University Press 很高级的 学术方面非常优秀的 他觉得这个Cute 这样的文化 原来是从日本来的 然后会影响韩国和中国 很有意思的现象 而且有很重要的政治的意义 因为这个Cute 主要的意思是说 会让老百姓觉得 这个鲜朗政治的制度 包括会影响教育的制度 大家都觉得 Ultra Competitive 韩国也是这样的 我上个礼拜我去韩国 真的他们觉得压力非常大 不管是教育方面 政治方面 经济方面 他们觉得压力非常大 所以会影响他们的幸福 现在按照这些调查 发现韩国老百姓的幸福很低 因为他们觉得压力太大 不可能每个人都会成功 对不对 所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需要一些Culture of Cuteness 如果有特别可爱的小狗 或者一些小动物 大家都会觉得这个鲜会减少生活的压力 包括政治方面的压力 所以这本书 《The Power of Cuteness》 我真的觉得很重要的这本书 我建议大家都可以看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为了解决 就是减少政治方面的野心 我觉得这个Cute的文化非常重要的 OK 表面上跟政治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其实有关系 OK 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我很快把现能政治与民主结合起来 基本上我的结论是地方政府偏民主 中央政府偏现能政治 然后中间有不同的经验的人 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标准来选这些领导 如果比如说杭州已经很富裕的城市 所以可以用一些环保的标准来决定 怎么提拔领导 听好 别的城市不一样 但是怎么用环保的标准很复杂 因为比如说如果上海的污染会影响杭州 我们要迁发这些官员呢 不一定 对不对 所以这个需要不同的实验才可以决定 哪些标准好 哪些标准不好 怎么衡量这些标准 所以中国基本上是高层政府偏现能政治 地方政府偏民主 然后中间有不同的实验 这是我觉得比较好的理想 但是问题是怎么减少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然后最后的问题 因为时间有限 还是其他国家呢 他们可以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呢 尤其是现能政治 我已经说了不一定 因为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这样的政治文化 没有很两千多年的官僚的制度的历史与经验很难 很难 为什么中国文革以后可以马上恢复这个现能政治的制度呢 当然反正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两千多年的经验 所以当然有一些变化 内容就是考试的内容不一样 明朝清朝的考试的内容 主要是儒家的价值观 现在不一样 但是那个现能政治的理想一直在 因为大家都知道历史方面是很重要的价值观 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这样的经验 没有这样的历史与文化 很难恢复 而且是比较大规模的国家才有这样的政治经验 当然如果其他国家愿意学习 包括我们的学院有很多学生 留学生你们跟他们讨论吗 有一些从不同的国家 他们愿意学习中国的一些经验 但是不可以完全按照中国的模式 高层篇 现能政治 地方篇 民族 中间有不同的学院 但是可以学一部分 对不对 挺好 去过去的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吧 我们下期见